大事小事新鲜事,欧帝欧妹看欧洲,身为王妃的梅根,最近却被皇室的内部人士排挤,而另一位王妃凯特,却和丈夫威廉王子,一起闯下了大祸。 梅根图源网络,据外媒报道,一位皇室的内部人士,一直称梅根为学位老婆,原因是他认为,梅根只能在皇室待上三年。 不能再多了,在皇室待上三年,就像读了个英国大学的学位时间一样长,所以被叫做是学位老婆。 梅根图源网络,除了学位老婆,梅根还在皇室有其他的不太友好的外号,比如麻烦公爵夫人,梅根巨峰等等。 之前在坎新顿宫时,一名生活助理,给梅根洗二号暗含生娃机器的意思结果被辞退了。 这次这位说梅根坏话的皇室内部人士,会不会也落得如此下场呢? 要知道梅根王妃一向不会是心软的人呀。 梅根图源网络。 还有最近梅根和嫂子凯特的矛盾,似乎依旧在升级中。 讯息称哈利王子和梅根计划,在本周从何凯特、威廉王子共同承担的慈善事业中分开来。 多年来,他们四个人一同打造的慈善基金,一直为保护野生动物,促进心理健康和帮助年轻人等方面做出贡献。 然而现在四个人关系不和连慈善,也不能一起做下去了。 或者是计划即将前往非洲的哈利和梅根另有打算。 梅根和哈利图源网路。 而在这周一下午,凯特王妃也有了个新的外号车队杀手。 其实是在周一凯特和威廉前往温莎的时候。 他们的皇家车队,一辆警察摩托车,撞上了一名83岁的女性艾琳。 伤势较为严重。 但是并没有危及生命。 威廉·凯特夫妇,也随即发表了,宣告向艾琳表示关切。 凯特图源网路。 只是凯特乘坐的车队闯了祸。 却把王妃称为车队杀手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呀? 并不是凯特王妃导致的车祸呢。 然而,皇室的另一位成员,菲利普亲王,确实是在今年年初。 因为自己驾车发生追尾事故。 这才是真正的皇室马路杀手呀。 菲利普亲王图源网路。 吸吸欧气。 带你周游。 此刻点关注。 时刻有精彩。